获得最佳新人演员奖的前一晚 我撞见同剧组的小模特被罪汉猥亵 我救下他还帮他报了警 可第二天他却带着警察来片场指认我 说那个罪汉是清白的 我才是那个强奸犯 我当众被警察带走 不仅失去了最佳新人奖的提名资格 还因网友爆料莫须有的黑料 被圈内封杀 最终我妈不得不留下一书 选择在直播平台跳楼以死证我清白 在舆论压力下 警方最终认定证据不足将我释放 可是我的演艺事业却已经被毁了 我不仅断送了大好前程 还永远失去了最爱我的人 我找到那个小模特问他为何要颠倒黑白 他却说那个罪汉是制片人的儿子 他得罪不起 我还想在娱乐圈混下去 我不能惹事 况且我也没请你英雄救美 你自作多情活该倒霉 话音落下顾承玉得意地从保姆车里走出来 搂住他的腰亲了一口 拿到最佳新人奖又怎么样 还不是我家的一条狗 坐着听话的金丝雀不就好了 再次睁眼时我竟重生在事发当天 这一次我决定置身事外 别碰我把你的手拿开啊 你再碰我我就要喊人了 突然传来的尖叫声让我不由自主地望去 昏暗的停车场内 一个穿着名牌西装的男人 正趴在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女人身上 动手动脚 这场景令我浑身发冷 我看看身上还没换下的戏服 又看看停车场里的一切 掐了掐手臂疼痛感告诉我这是真的 我竟然重生了命运 给了我重来的机会 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 唤醒了那段痛苦的记忆 上一世我抄起一根铁棍 冲上前去解救了白初柔 顾承玉挨了几下后仓皇而逃 而白初柔瘫坐在地上气不成声 我脱下外套 遮住她凌乱的裙子 告诉她不必自责 她是无辜的受害者 我鼓励她勇敢站出来 在我的支持下 她同意报警 随后我陪她去警局做了笔录 母亲为我的正义感感到欣慰 谁知道这次见义勇为 却把我们母子 推向了万劫不负第二天上午 我正在片场拍戏 白初柔突然带着警察闯入 当着全剧组的面反咬 我是施暴者 她编造说 事后我去取落下的外套时 偷听到她报警 于是威胁要毁掉她的演艺生涯 白初柔泪流满面 说她不得不屈服于我的威胁 她指着我歇斯底里地喊道 她根本不是什么 见义勇为的好人 她才是那个猥胁犯 我只觉得天旋地转 在粗步机房中 警察上前给我戴上手铐 把我从片场带走 我这才反应过来 奋力挣扎着大喊 我根本没做过 你怎么能这样诬陷我 是我救了你啊 她泪流满面地说 没有女孩会用这种事情说谎 在场的每个人都站在她那边 我莫名其妙背上了性骚扰的罪名 成了众人口中的变态 剧组工作人员 把这件事当成爆料发到网上 很快就登上热搜榜首 无数网友对我发起了网络暴力 他们说我该下地狱 该遭受惩罚 谣言愈演愈烈越来越荒谬 他们甚至开始攻击我的妈妈 造谣说她是个战阶的鸡 我是她陪酒时的意外 在舆论压力下 剧组将我除名 稀释宁人 我还失去了即将到手的 最佳新人奖提名资格 当所有人都在指责我时 只有妈妈坚定不移地支持我 她带着血书闯入剧组 在万千观众面前纵身跃下高楼 用生命为我洗刷冤屈 这场惨烈的直播 让事件再次发酵 舆论开始出现 转机理性的声音渐渐浮现 有人开始仔细分析 白初柔的说辞 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 警方深入调查 最终因为证据不足将我释放 但这又能改变什么呢 我的演义生涯毁于一旦 最重要的情人也永远离开 走在街上 总能听到背后的窃窃私语 说我是性骚扰官犯 说我能被放出来 全靠有人打电 我失去了一切前途 禁毁形单影之 我窝居在简陋的出租屋里 向去行尸走肉 我在街头向尾游荡 靠送外卖勉强度日 直到那天 我遇见了白初柔 他判若两人 一头时尚的棕发 浑身名牌香水的气息 手上的包价值不菲 他竟然回来了 当初事发后 他就消失无踪 等舆论平息了 他又若无其事的出现 我浑身的血液瞬间沸腾 我扔掉头盔 向疯子搬冲 上前质问他为何能将仇报 他厌恶的后退 眼珠口鼻想要离开 我拦住他不依不饶的追问 他终于爆发 你知道吗 骚扰我的事 制骗人的儿子 我惹不起他们 我生死历劫 所以就把黑锅扣在我头上 让我替罪 他阵阵有词 我还想在娱乐圈混下去 我不能惹事 再说了是你自作多情 非要救我 我又没求你 活该你自找麻烦 话音未落 顾承玉 趾高气扬地从豪车里走出来 搂住白初柔 肆意亲吻 就算拿了新人奖又如何 还不是我爸手下一条狗 乖乖当我的情人不好吗 白初柔产妹地 依偎在他怀中 一切都明白了 我头晕目眩 重重摔倒 后脑勺磕在地上 等我清醒过来 又回到了事情的起点 我看了眼 停车场里的两个人影 毅然转身离开 隐约听见身后有人在喊 但我充耳不闻 我回到家里 换鞋时 妈妈拿着锅铲迎出来 我们家的小演员回来了 妈妈今天做了你最爱的红烧排骨 快去洗手吃饭 上一世妈妈为了还我清白 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 制造轰动效应 我被关在看守所 甚至错过了他最后一面 妈妈是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 爸爸早年遭遇车祸离世 为了抚养我妈妈 同时打着几份工 起早贪黑的忙碌 年纪轻轻 两边就斑白了 望着妈妈慈爱的笑容 回想起前世的惨剧 泪水不禁夺矿而出 妈妈神色紧张扶着我的肩膀问 小杨有人欺负你了 你告诉妈妈 妈妈帮你出这口气 我擦干眼泪挤出笑容 没人欺负我就是想到 马上能拿最佳新人奖 以后就能让您住大房子 太高兴了 妈妈笑逐颜开 我家儿子就是优秀式的 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 就是成名之后 让妈妈过上好日子 上辈子本该如此 我即将掌获最佳新人奖 前途无量 能让妈妈的生活彻底改观 等我成为一线明星 赚取丰厚片酬 就能让含辛茹苦的妈妈 安享晚年 可那个忘恩负义的女人 毁掉了这一切 我原本光明灿烂的未来 瞬间坠入深渊 这一世 我绝不做这种 吃力不讨好的事 但我还是太天真了 第二天清晨 我刚到片场 白楚柔突然气势汹汹地 冲到我面前 泪眼婆娑地质问你 昨天为什么见死不救 有病 我心里默默咒骂了一声 昨天路过那么多人 怎么就揪着我一个不放 我洋装糊涂 你说的什么我不明白 昨天晚上在停车场 你明明可以救我 可你却袖手旁观 你简直冷血无情 白楚柔说话的声音很大 片场其他演员和工作人员 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 一副吃瓜群众的表情 我低头看着剧本懒得理他 白楚柔见状 一把抢过我手中的剧本 当场四成碎片 我顿时怒火中烧 起身给了白楚柔一巴掌 白楚柔被我这一巴掌打猛了 捂着发红的半边脸 浑身发抖 你敢打我秦莫阳 你竟然敢打我 白楚柔抓住我的衣领 使劲摇晃 像疯子一样咆哮 你是不是心虚了 是不是顾承玉给了你好处 让你装作没看见 还是说你们本来就是一伙的 我甩开他的手 反手就是一记耳光 丝毫不顾 他是女人有病 就去看医生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根本听不懂 白楚柔抱着头 整个人像精神失常一样 秦莫阳 你这个混蛋摧毁了我的一切 你这个畜生 该下地狱 他歇斯底里地尖叫着 白楚柔的声音 震得我耳膜生疼 我冷笑一声 你在说什么疯话 你的事情关我什么事 上一世 我的人生怎么会陷入黑暗 我妈妈又怎么会选择跳楼 我回想着前世的经历 对于白楚柔 现在这副可怜样 没有一丝同情 反而觉得讽刺 白楚柔想要和我打起来 但他那点力气根本不够看 好在导演及时赶到 制止了事态继续恶化 导演怒气冲冲 马上就要开拍了 你们在这胡闹什么 还不赶紧给我去排练 导演虽然个子不高 但气场十足 几句话就让围观的群众 坐鸟受散 他批评剧组人员 不务正业 浪费宝贵的排练时间 还说大家该以我为榜样 一个群演不乐意了 指着我说 这次事情就是秦莫阳惹出来的 导演你可别偏心 导演挑了挑眉 走到我面前看了眼 我和白楚柔 没有开口询问事情经过 而是直接叫我们 去了他的办公室 我对导演的态度 没有任何不满 反而很配合 毕竟上一世 只有他在网上为我说话 并且把妈妈的遗书 发到网上 随着热度持续发酵 他还一直在帮我寻找 洗清冤屈的证据 白楚柔歇死底里地大喊 你这个老东西 一定是想包庇秦莫阳 这个人渣 你看他马上就要拿 最佳新人奖了 能给你们剧组长脸 特意把我们叫到办公室 就是想私下解决 片场那些 原本对我有意见的人 看到白楚柔这副疯癫模样 眼神变成了同情和嘲讽 真是个疯子 导演皱着眉头 白楚柔我不会因为 秦莫阳是拿了提名 就偏袒他 他要是做错了 我照样会处理 白楚柔指着脸上的红肿说 这个暴徒对我动手两次 一个大男人 对手无腹肌之力的女生动手 你知道这对我造成多大伤害吗 我没有否认 只是反驳你自我剧本的时候 可没表现出一点 弱女子的样子 导演看着地上的碎纸 又看了眼白楚柔脸上的巴掌印 板着脸说去会议室 导演身上的气场太强 就算我重生一世 也不敢直视他 难怪剧组上下都怕他 不过他的威严 也震慑住了白楚柔 白楚柔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气冲冲地离开了片场 办公室里 我和白楚柔 各自说明了事情经过 导演疑惑地看着我说 小杨遇到这种事应该帮忙 不过我也不能强迫你 最起码也该报警 白楚柔见导演偏向他 变得得意起来 我的演艺生涯毁了 都是因为你 我摊手说 可导演我当时根本没注意到 什么都没看见 没听见我能帮什么 而且你看白楚柔现在的态度 你把自己当成什么东西 你何止不是人 把你跟畜生相提并论 都是在侮辱畜生 当然这话我只在心里想想 没说出来 导演直视白楚柔的眼睛 既然如此那就报警吧 报警不行 白楚柔紧张得浑身发抖 报警了 我在娱乐圈还怎么混 我的名声谁来负责 自然是骚扰你的那个人受害者 又不是罪犯 导演态度坚决 毕竟他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 经历过大大小小的事件 这类情况早已轻车熟路 白楚柔目光躲闪沉默不语 我支持导演的建议 导演判断很准确 立即向警方反映 是最正确的选择 该受惩罚的人 一定要付出代价 白楚柔显得很抗拒 但现实已经逼到眼前 如果不选择报警 后续的流言蜚语 恐怕会让他更加难堪 娱乐圈就是这样 受害的是女艺人 最后被骂的 往往也少不了被害的女艺人 谁让她不够红 谁让她没背景 谁让她不是顶流明星 好吧 白楚柔无奈地接受了这个提议 我和白楚柔 跟着导演开车前往派出所 向警方说明情况后 执法人员迅速组织人手 开始调查 这件事本于我毫无瓜葛 我完全是个局外人 警方了解基本情况后 示意我可以离开了 这时白楚柔突然情绪激动 拽住警官的衣服高声喊道 警官同志秦莫阳 这个混蛋毁了我的前程 凭什么他能逍遥法外 难道是因为他是个 小有名气的演员 就故意偏袒他吗 警官面对白楚柔的无理取闹 仍保持专业素质 没有甩开他拉着的手 而是耐心解释道 秦莫阳先生并未触犯法律 他当时只是路过 甚至没发现你遭遇不测 白楚柔粗暴地打断警官的话 他分明是在装傻冲愣 我大声呼救时 明明看见他朝这边转过头来 他一定知道我正遭受侵犯 这就是故意见死不救 面对白楚柔的无理打断 和蛮横态度 警官面色沉了下来 即便他真的看到了 在法律层面上 见死不救也不构成违法 如果施暴者持有凶器 贸然上前救援 反而会带来更大危险 正确做法是及时报警 远距离喝止犯罪前提 是确实看到了事发经过 至于他是否察觉 不是你主观一策能够决定的 警官的表情写满了无可奈何 或许和我想到一块去了 碰到白楚柔这样的人 明智的选择就是静而远之 见无法如愿白楚柔 干脆贪坐在地放声大哭 你们欺负我 只是个不入流的小艺人 秦莫阳见死不救就是犯罪 我的演艺生涯全完了 他必须赔偿必须负责 他此刻的样子 活脱脱一个撒泼打滚的泼妇 警官脸色更加阴沉 严厉警告 这里是执法机关 不是你撒泼的地方 你虽然是受害人 但在这样无理取闹 我们将依法对你采取强制措施 这是第一次警告 说着已经准备取出手铐 白楚柔下的一个机灵 连忙从地上爬起来 改为小声抽气 那副样子 仿佛下一秒就要被过欺取 警官长叹一声 我们一定会将罪犯绳之以法 给你一个公平的结果 看着这个女人识别的样子 我差点笑出声来 心里说不出的痛快 随后 白楚柔被留在派出所 配合调查取证 我坐导演的车返回片场 临别时 导演语重心长地说 小杨 虽然你已经入围最佳新人 但千万不能松懈 成为一线明星 只是开始 圈子里比你优秀的演员大有人在 别让这种小事 影响你的事业发展 明白吗 导演说话虽然直白 但确实是为我着想 我郑重点头 我都记住了 我回到现场继续工作 本以为这件事 暂时告一段落 谁知第二天 他又带着警察闯入片场 直指我就是罪魁祸首 一切仿佛又回到原点 就是他 前天在停车场 对我图谋不轨 他还威胁说 要是敢说出真相 就让我在圈内混不下去 白楚柔说着说着就要落泪 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恍如前世重现 剧组工作人员顿时议论纷纷 其他剧组的人 也围在外围指指点点 窃窃私语 新人王竟然会骚扰白楚柔 昨天他来找秦莫阳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吧 听说昨天导演带他们去警察局了 也是为了这事 秦莫阳骚扰别人 这是我今年听过最搞笑的事情 片场的人议论纷纷 但又有所不同 和上一世相比 人群中已经有了不信他的话 毕竟昨天发生的事情 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而我 也绝不会像上次那样背下的说不出话 任由白楚柔胡编乱走 但跟着来的其中一个年轻警察 却板着脸 走到我面前 掏出证件说 秦莫阳 你涉嫌一起性骚扰案件 请跟我们回局里协助调查说着 竟要给我戴上手铐 我皱眉 这态度明显不对劲 等一下 还没等我躲开质问 门口传来一声大喊 是得到消息的导演 他气喘吁吁的跑过来 显然是一路小跑过来的 没等缓过气来 就严肃递之问道 你们是哪个分局的 我们已经去报过案了 当时就已经证明秦莫阳是清白的 你们今天又来闹什么 说着 瞥了眼旁边的白楚柔 眼神里充满质疑 白楚柔躲开了目光 显得很心虚 导演在圈内资历深厚 一旦发怒起来 连当红明星都得给几分面子 警察的气势顿时弱了下来 声音也小了许多 经过我们进一步调查 认为实施性骚扰的人 很可能就是秦莫阳 见导演眉头紧皱 要发火忙又补充道 当然这只是初步怀疑 需要秦莫阳配合调查 以确认真相 导演却不买账 冷着脸说 呼说八道 事情不是已经调查清楚了吗 怎么今天又改口了 还有 你说是配合调查对吧 既然只是协助调查 为什么要动用强制措施 他虽然是艺人 但也是普通公民 你们连基本手续都没有 凭什么给他戴手铐 这样的行为 会严重影响他的前途 和精神状态 这里是剧组现场 那警察顿时哑口无言 另一个年纪较大的警察 却站出来打圆场 的确是我们考虑不周 但这毕竟是刑事案件 事关重大 即使不戴手铐 秦莫阳也必须跟我们回去 这位导演 请不要妨碍我们执法 否则 这番话软中淡硬 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 导演一时雨色 我站了起来 感谢导演仗义之言 随后看向两名警察 我可以跟你们走 不过既然是继续调查 我希望能由之前负责的陈警官 来主导询问工作那名制服警员 面露不悦 秦莫阳 你已经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 没有资格谈条件 别在这摆关架子 秦莫阳只是协助调查 他有权提出合理要求 抱上你的警号 我要投诉你 导演挺身而出 目光锐利地盯着那名年轻警员 他个子不高 但此刻在我眼里 是除了母亲外最可靠的靠山 年长警察赶紧打圆场 导演 您的一人只是需要接受调查 等查明真相 自然就能还他清白 根本就没有问题 还什么清白 昨天事情都查清楚了 你们这是想颠倒黑白吗 年长警察脸色一沉 手按在腰间 这位先生 确定要妨碍执法吗 这不是妨碍 是阻止你们胡作非为 眼看场面要失控 我赶紧说 我说了会配合 但我只是提出合理要求 你们为什么非要拒绝 昨天白处楼来剧组闹事 已经说清楚了来龙去脉 全剧组的人都可以作证 现在没有任何证据 就说我有嫌疑 你们该不会和他 有什么关系吧 我是年轻人 说话冲动点也情有可原 剧组的人也议论起来 胆子大的 已经开始谈论昨天的事 对 我们都可以作证 眼见情况失控 白处楼突然嚎啕大哭 导演 我才是受害者 警察都来了 你为什么还帮秦莫阳说话 我鼓起勇气 站出来指控他的不当行为 导演你也是男人 你能理解我遭受的伤害吗 这种事能开玩笑吗 白处楼的话 立刻引起一些人的共鸣 微观的其他剧组演员中 不少人跟着点头 在这个圈子里 很多人对性骚扰深恶痛绝 白处楼平时表现也很乖巧 现在他用清白启示 不少人下意识相信了他的话 该不会 秦莫阳真做了这种事 他可是要拿最佳新人了 说不定就是仗着名气 欺负新人 呵 没准是想哄想疯了 故意炒作吧 可昨天白处楼找秦莫阳这事 完全说不过去吧 你是女艺人 会拿自己的名声开玩笑吗 周围的议论声此起彼伏 往事的阴影再次浮现眼前 前世 白处楼也是这样声泪俱下 当时 大家不分青红皂白 就认定我有罪 我声音沙哑的为自己申辩 但得到的回应 让我心如死灰 没有女艺人 会拿自己的名声开玩笑吧 白处楼又不是傻子 干嘛要污蔑你 自毁虔诚的事 她又不是疯了 天啊 娱乐圈又出性骚扰了 人群中投来的轻蔑目光 向无数把利刃 刺得我体无完肤 让我的心跳几乎停止 手脚发冷 浑身无力 最终 在一片混乱中 执法人员给我戴上冰冷的手铐 大张旗鼓带走 像是被游街失众一般 被现场所有人围观指点 这一次 我异常镇定 不像上辈子那样惊慌失措 看到众人站在她那边 白处楼脸上闪过得意 你这个变态 法律会制裁你 坐牢 赔偿 一样都跑不掉 赔偿 呵 终于露出真面目了 上一世 我被拘留后 她狮子大开口 向我索要三百万赔偿 可我家哪来那么多钱 那三百万 成了压垮我母亲的 最后一根稻草 我看着白处楼 恨不得生吞活剥了她 语气冰冷的说 你说不会拿名声开玩笑 难道我就会 我马上要拿最佳新人了 难道会自毁前程 白处楼轻蔑的说 谁知道你为什么做坏事 总之就是你干的 说不定是你嫉妒我要得奖 才来诬告我吧 我也可以说 你就是在故意陷害我 我不不紧逼 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 自己说的是实话 这次我不会重蹈覆辙 举证的责任在她 白处柔本就心虚 回答是慌乱不堪 我是女艺人 女艺人最看重自己的名声 我污蔑你有什么好处 我冷笑 也许是真正的施暴者 威胁你做伪证 也许 你看中了她显赫的家世 觉得被骚扰也无所谓 正好趁机高攀 你想陷害我来脱罪 我就是那个 也许你还想趁机敲诈我一笔 只有我和白处柔心智肚明 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事实 白处柔被戳穿心思 脸色胀红 你在胡说八道 我怂怂间说 那就请你拿出证据 证明我在说谎 你空口无凭说我犯事 那就是事实 我说你在诬陷我 难道就不是事实了 她根本拿不出任何证据 毕竟白处柔的计划 就是要我替那个人顶罪 我的冷静和从容 开始影响周围的人 会不会真像秦莫阳说的 是白处柔在诬陷她 可谁会拿自己的名声开玩笑啊 秦莫阳马上就要拿奖了 她也不会拿前程开玩笑 把现场的人分成两派 各有各的说法 比起上辈子 现在的情况好多了 至少不是所有人都在指责我 白处柔说不出话 只能抽气 我转向执法人员 两位警官 真相到底如何 有些人心里很清楚 如果有人想诬陷我 我相信公司和媒体朋友们 都不会袖手旁观 走吧 我跟你们去做笔录 我刚才说这些 不是想向警察证明什么 这两个人 估计和那个富二代有关系 但我必须阻止 现场的人盲目相信白处柔 上辈子的悲剧 不只是白处柔一个人造成的 还有那些围观的人 他们都是热血方刚的年纪 为了所谓的正义 什么都敢做 那时候 我的支支吾吾被当成心虚 白处柔的假行星 却被当成真情实感 他们为了主持正义 把我的罪行发到网上 最后闹得沸沸扬扬 让我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如果我还是像上辈子那样 什么都不做 傻傻等着真相大白 那场网络暴力一定会重演 事实证明 我的应对很有效 现场的人看着镇定自若的我 开始窃窃私欲 我觉得秦莫阳不像是坏人 至少 做了坏事的人 不会这么理直气壮 这个白处柔 光说不恋 拿不出证据 而且他看起来 好像有点做贼心虚 但是女艺人的名声 应该不会拿来开玩笑吧 正常人当然不会这么做 但如果他不正常呢 如果他是害群之马呢 这世上总有些人 为了钱可以出卖一切 包括尊严和良知 在某些人眼里 道德底线根本不值一提 对了对了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 我说的某些人不分性标 可别给我扣帽子 有些艺人还站在白处柔那边 但在与身边的人 交换几句意见后 就不再发声了 他们现在 也不敢轻易给我定罪了 听着周围的议论声 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娱乐圈这个舆论风向标 算是控制住了 白处柔反倒被气得咬牙切齿 表演功力都快撑不住了 他带着执法人员 大张旗鼓地来闹 就是想把我置于死地 结果现在 他的名声反倒开始一落千丈 我走向警察 不是要调查吗 警官 我们走吧 警察同志 你们一定要秉公执法 否则我就要举报投诉 没错没错 我要全程跟进 监督案件进展 人群后方 有些年轻气盛的艺人 和工作人员喊道 我们相信真相终会大白 一片喧哗声中 两个警察再也没了方才的嚣张气焰 公司高层和导演得到消息 也火速赶到现场 向两个警察提出了 要依法办案的要求 表示会全程监督 上一世 我被迅速带走 公司没来得及出面 舆论就已经炸开了锅 迫于压力 他们最终只能选择牺牲我 我 成了那个被推出去的牺牲品 这一世 情况完全不同了 我像是一个即将还清白的战士 坦然上了警车 上车前 我朝着身后的众人挥手 我会回来的 等我澄清事实 重返剧组 身后响起一片支持声 两个警察加上白出楼 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一到警局 我就看到那个留着极尖长发 满臂纹身的富二代 正和一个中年警察聊得火热 就算化成灰 我也认得出来 他就是骚扰白出楼的始作俑者 顾承玉 听见动静 顾承玉回头 看着我满脸讥讽 哟 抓到郑主了 我懒得理会 他反倒变本加厉 怎么 做了亏心事不敢吭声 我冷眼扫过 有人贼喊捉贼呢 顾承玉立刻暴跳如雷 指着我破口大骂 你他妈再敢多嘴一句诗诗 我没搭理他 转而看向那位 与顾承玉交谈甚欢的警官 这里是他说了算 中年警察神色一变 干咳一声 顾绍 请注意场合顾承玉指的信信住口 恶狠狠地弯了我一眼 我被带进了问询室 不同于前世惊慌失措 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这一次 面对任何诱导性提问 我都不予理会 只是反复陈述昨天的经过 核心就一点 我轻轻摆摆 我根本就没有骚扰过白出柔 我是被诬陷的 反复盘问了整整一个半小时 警方也找不到任何能够推翻我陈述的证据 因为我说的 就是这一事实实在在发生的事 还有昨天白出柔在剧组的闹剧 说我骚扰他的事 恰恰印证我的清白 事实就摆在眼前 但两名审讯警察显然对我的回答很不满意 其中一个警察忍不住了 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秦莫阳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这个道理你应该懂 现在承认错误 私了赔偿 对大家都好 要是等我们掌握了实锤证据 那可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了 我在心里冷笑 这就是典型的审讯套路 想诱导我自己认罪 昨天白出柔已经报警 案子正式立当 有案逼迫式原则 查到顾承玉只是时间问题 但顾家是本地的影视大亨 绝不会让顾承玉身败名裂 所以 作为案件相关人的我 成了最合适的提罪鬼 收买白出柔轻而易举 甚至是打通关系 也不是什么难事 但我 已不是当初那个手足无措的菜鸟了 经历过前世 我在无数次悔恨中 早已想好了应对不公的策略和说辞 所以 面对着熟悉的审讯套路 我只是平静一笑 我问心无愧 为何要认罪 事实就在眼前 谁是真凶 大家心里都清楚 有些话点到为止 说太明白 就没意思了 年轻警察勃然大怒 手指着我 你在胡说什么 你要是敢 我微笑着打断他 我相信 你确实什么都做得出来 不过 随即 我的面色转冷 我的团队已经在各大平台 发布了事情经过 这是已经闹大了 而且 我是今年金像奖 最佳新人的大热门 昨天白出楼在剧组污蔑我后 我就已经联系了评委会 相信他们不会坐视不管 你们真要一条道走到黑吗 年轻警察额头渗出冷汗 默默坐回椅子上 我嘴角挂着淡淡的笑意 这一世 我要充分利用自己拥有的一切资源 绝不会任人摆布 即便处境不妙 也要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 即将到手的最佳新人奖 是我最好的筹码 可惜上一世 我没能好好利用 甚至还让他成为了 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 年轻警察表情阴沉 剧组怎么可能为了你一个新人 大费周折我不仅不慢地说 我已经是获奖热门人选 任何一个奖项的公信力 都不容玷污 更何况 这可是金像奖最佳新人 资深警察眉头紧锁 制止了准备开口的年轻同事 二人随即离开了房间 我端坐在椅子上 思绪飞转 上一世 我没有求助 且猝不及防地 被负面舆论包围 我几乎是瞬间就被正式拘留 那主办方自然不会帮我 但现在 舆论导向隐隐在我这边 评委会会不会插手 我心里也没底 但借是压人 吓唬他们也是个办法 片刻后 两名警察折返回来 跟在后面的 还有那位此前与顾承玉相谈甚欢的 中年警官 我对他并不熟悉 但看样子职位不低 中年警官满脸堆笑地道歉 李先生 抱歉耽搁搁了您的事件 调查结果显示您是清白的 您要回剧组吗 我派人送您过去 我轻轻汗手 那就有劳了抬头挺胸的离开审讯室 路过大厅时 发现顾承玉和白初柔依然在场 我朝他们竖起终止 以示嘲讽 顾承玉的脸瞬间扭曲 表情难看至极 白初柔彻底失控 歇斯底里的大喊 你们这些废物 凭什么放走他 他骚扰了我 不赔五百万休想离开 赶紧把他抓进去关起来 可惜 没人理会他的疯狂举动 有警察甚至厉声呵斥 说话注意分寸 我坚持要求警车直接开进影视程 最后停在片场外 我刻意拖延时间 等到群演们休息时才现身 正值午休时分 剧组工作人员早已注意到这边的动静 三三两两聚在片场外观望 我张开双臂 向四周挥手示意 各位 警方已经还我清白 我秦莫扬 重返剧组了 围观群众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 我心里明白 假如今天归来的是白初柔 他们同样会欢呼 但此刻胜利者是我 在众人眼中 无辜的自然是我 没回片场 我被直接叫到导演办公室 导演仔细打量我一番后 如是重负 总算没事 那个白初柔太过分了 昨天的是刚澄清 今天又来诬陷你 你没受什么委屈吧 他们有为难你吗 我连忙摆手 一切都好 虽然暂时平安 但我清楚事情远未结束 白初柔和顾承玉 不会轻易罢休 替罪羊已经内定 想要改变并不容易 思索片刻 我联络了金像奖评委会 电话那头的评委 听完来龙去脉 语气凝重 这是我记下了 如果你真的清白 我们不会坐视不管 喝 真当金像奖 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操控的 果不其然 事态继续发展 不久后 一则金像奖 最佳新人提名演员 骚扰女演员的新闻 登上热搜 各大短视频平台 涌现大量营销号 转发爆料 白初柔实名举报视频中 她手持身份证 控诉被骚扰 却因对方有评委会撑腰 无法伸张正义 播放量突破百万 妈妈起初抱着 看热闹的心态 拿着手机跟我分享 小杨快来看 有个跟你同情的新人演员 仗着评委会的关系 欺负女演员 简直禽兽不如 还是我们小杨好 演技出众又懂规矩 多亏遇到顾承玉 这个富二代英雄 即使制止了禽兽 现在两人都好上网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 英雄救美吗 我又好气又好笑 亲爱的妈妈 视频里那个禽兽 说的就是你儿子 至于顾承玉 呵呵 骚扰饭摇身一变 成了英雄救美的好男人 果然 有钱能是鬼推磨 等视频放完 母亲脸上的笑容凝固了 因为 评论区里有人匿名曝光了 施暴者的全部资料 赫然就是我的信息 我花了好一会儿功夫 才让妈妈平静下来 看着热搜上 被顶到几万楼的评论 不禁冷笑 白初柔想闹是吗 那我就陪他闹到底 他还是和前世一样 把金像奖评委会也脱下了水 可惜 我当时在舆论战中处于劣势 却内人士重口一词 是我确实骚扰了他 仿佛都是目击证人一般 谣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 就算清白 我也难逃其咎 但这一世形式完全不同 白初柔这么做 只会激起圈内人的反感 我掌控着舆论阵地 闹得越大 对我越有利 评委会那边 前两天已经和他们电话沟通过 还专门派了法务过来走访 去警局核实后 已经给我打了包票 这是交给我们处理 事关奖项公信力 白初柔和顾佳 这种地方影视公司的富二代 又算得了什么 热搜出来后 我很快接到评委会的电话 我又吃了一颗定心丸 整个娱乐圈都炸过了 按照评委的原话说 已经很多年 没人敢挑战金像奖的权威了 圈内前辈们 都摩拳擦掌准备发声 尤其是这次 我完全是被人诬陷的 道理在我这边 优势也在我 我的遭遇 已经被媒体拿来 当成了娱乐圈前规则的典型案例 被诬陷造谣 该如何自证清白 该怎么维权 该走法律途径 还是舆论途径 电话里 评委还带着几分调侃 秦莫阳 恭喜你啊 还没正式拿奖 就已经在圈内出名了 现在可是人尽皆知 我苦笑 这种出名方式 谁愿意要啊 但我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看评委这态度 应该不会影响我的获奖资格 至于白出柔和顾成玉 这场舆论战 注定会伤人伤己 第二天 我照常去剧组 刚进片场 就听见周围窃窃私语 虽然大多数人 还是保持怀疑态度 但难免有一小部分人 已经被舆论影响 毕竟 在白出柔的描述里 我是那个靠着评委会走后门 为所欲为的劣迹艺人 但我并不在意 经历两世 我的心态已经足够强大 走到化妆间拐角 白出柔突然拦住了我 秦莫阳 我们得谈一谈 我瞥了他一眼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 除非你想看到更多爆料视频 白出柔一脸胜全在我 我冷着脸 暗中注意到角落闪过的身影 点了点头 我把白出柔 带到片场后面废弃的道具间 说吧 到底想怎样 这里平时没什么人来 只偶尔有工作人员来找道具 白出柔环顾四周 见没有外人 表情变得得意 私信关了吗 这段时间里 收到的谩骂应该不少吧 我点头 面无表情 你已经达到目的了 甚至有人扬言要来剧组读我 想戏事宁人也简单 陪我五百万 我就撤掉所有爆料 这是就此结果 我会同意和解 凭什么要我认下莫须有的罪名 我皱眉 不等白出柔再说 开口问道 我始终想不通 为什么非要把矛头对准我 你被顾承玉骚扰 你是受害者 我才是最无辜的 根本不知情 只是恰好在片场而已 真正该负责的是顾承玉 你去再帮她开脱 白出柔冷笑不语 我看出她的戒备 掏出手机展示 别担心 没在录音 我只想弄清事情真相 说着又把外套 裤子口袋翻给她看 手里的剧本也翻了翻 证明没有任何录音设备 白出柔放松警惕 不再掩饰 任由怨恨浮现脸上 我就是看你不爽 凭什么你能轻松 得到这么好的资源 凭什么我拼命演戏 却连个三线都混不上 你居然敢这样无视我 见我一脸困惑 白出柔更加恼火 你竟然连我给你 发过表白信息都忘了 这就是她记恨我的原因 我真是太冤枉了 确实经常有人对我示好 各种信息不断 忙的时候 一天能收到好几条 但我一心扑在演艺事业上 想着早日成名 让妈妈过上更好的生活 根本无暇顾及感情 那些暧昧短信 看都没看就删掉了 自然记不得 就这么简单 白出柔嘲讽的摇头 当然不是全部 你问我为何站在顾承运那边 就凭你这个三流小演员 我们根本斗不过顾家 他们家在本地影视圈呼风唤雨 资产几十个亿 想封杀谁就封杀谁 想整垮谁就整垮谁 就你也配合他们叫板 现在我前途近回 连金像奖最佳新人都拿不到了 我总要为自己谋条后路吧 我最大的错误就是选择报警 那会儿谁知道顾承运 是影视圈大佬的独子啊 他们承默我 只要帮顾承运摆平这事 就让我当他女朋友 即便不能光明正大 架进豪门 做个地下情人 这辈子也能锦衣玉食了 站在我的立场 谁都会这么选说到这里 白出柔神情愈发轻蔑 与其带着讥讽 你入围金像奖又有什么了不起 最后 不还是得看资本家的脸色 说不定哪天 你还得来顾世影业求职 恭恭敬敬叫我一声顾太太 另一熏心的白出柔 已经沉浸在 对豪门生活的美梦中 望着他扭曲的嘴脸 我默默摇头 他深吸几口气 警惕地环顾四周 又抛出最后通牒 给你最后机会 要么拿五百万私了 要么我继续在网上爆料 我面无表情地回答 我问心无愧 你随意白出柔冷哼一声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话音未落 他突然变了脸色 一把抓住我的手 在身上乱蹭 接着他扯乱头发 撕扯衣服 三两下就把外套 弄得破破烂烂 眨眼间挤出泪水 歇斯底里的喊 救命啊 菲利亚 说完 他跌跌撞撞地往外逃 跑到拐角处停下 擦干眼泪 回头得意一笑 你等着完蛋吧 这段素材 足够做个完美的证据了 拐角传来冷笑 过程欲现身了 手持手机 一脸狂妄 臭小子 不是挺能耐的吗 告诉你 我背后有人 收拾你就跟捏死只蚂蚁一样 我说你有罪就是有罪 还敢喊冤 这回非让你身败名类不可 我恍然大悟 难怪白初柔 胆敢再来找我 原来是想栽赃陷害我 算了吧 我情假要是出了你这好人 我死去的老爸 非得活过来不可 我云淡风轻地说 你这个 顾承玉要发作 导演 制片 副导等人气喘吁吁的感到 一边跑一边喊 助手 白初柔立即变脸 扑向导演怀里假哭 导演救命 他想非礼我 看他演技浮夸 我暗自摇头 这种水平还是改行拍三集片吧 导演神色复杂 目光在我 假哭的白初柔 得意的顾承玉和其他高层之间友谊 最后仰天长叹 那就报警处理吧 我耸肩附和 对 叫警察来说话等警察到场后 我若无其事地瞥了眼墙角 给还在沾沾自喜的两人致命一击 白初柔 我确实没录音 不过你大概不知道 为了防止剧组人员私下交易 偷拍泄密上周制片方在各个角落都装了监控 只要有人在这里逗留 保安就会立即查看我说的对吧 导演 我看向导演 导演强忍笑意 没错 画质英质都相当清晰 否则剧组高层怎会及时赶到 自然是保安通知的 我会知道这事 是因为经常留在片场加班练台词 总是最后一个走 那天恰好撞见安装监控 看着顾承玉和白初柔瞬间铁青的脸 我长出一口气 笑了 我把视频拷贝给了金像讲评委会 某个神秘人还把视频发到了网上 一个受害者 竟然成了帮凶 还帮的是骚扰自己的人 这种反转新闻立刻引爆舆论 网络舆论瞬间逆转 圈内前辈们群情激愤 纷纷在各大平台声援 许多律师主动提出要为我打官司 我趁热度在网上发声 征求当初骚扰案的线索 很快 一段片场监控视频在网上曝光 再次引爆热搜 视频清楚记录了顾承玉的骚扰行为 爆料人还称这段视频早就交给警方 但莫名其妙的 我反而成了嫌疑人 这番话更是激起轩人大波 市里立即组建专案组展开调查 顾承玉很快被逮捕 白楚柔虽是受害者 但因诬告陷害也被拘留 三天后 详细的调查报告公布于众 证实顾承玉就是骚扰案的真凶 同时 几名涉嫌受贿的警察被开除并逮捕 这些警察我都认识 就是那天想诱贡陷害我的人 还有跟顾承玉称兄道弟的那个 在电影协会的帮助下 我聘请了一个专业的律师团队 正式对白楚柔和顾承玉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赔偿 随着诉讼的进展 这个话题持续霸占热搜榜整整一个月 判决当天 这个话题瞬间登顶各大社交平台 因为整个庭审过程全程网络直播 大量网友涌入直播间 在线人数十分钟内就突破三百万 法庭上 律师团队有理有据 拿出详实的证据 一一列举白楚柔和顾承玉的违法事实 白楚柔当场崩溃 在全网观众面前晕了过去 他的演艺生涯彻底完蛋了 最终判决结果出炉 顾承玉性骚扰罪名成立 被判处有期徒刑 白楚柔造谣诬陷 敲诈勒索未遂罪名成立 同样被判处有期徒刑 两人还需要向我支付 巨额精神损失费 无数网友纷纷叫好 直呼大快人心 庭审结束后 白楚柔父母冲到法院门口 指着我破口大骂 他好歹也是个女孩子 你这么狠 让他以后还怎么在娱乐圈混 你太狠毒了 我们不会放过你的 我拿出手机 播放刚才录下的他们威胁我的话 冷静回应 随时欢迎你们报复 我会保留追究的权利 看着白楚柔父母仓皇逃走 我笑了笑 总算明白白楚柔 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极端 有其父必有其女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一年后 故事影业轰然倒塌 这要感谢白楚柔那天的狂妄之词 检察院顺藤摸瓜 查出一条令人震惊的影视圈 黑色产业链 过程与父母双双入狱 一个死刑 一个无期 也算是另类的全家团聚了 我重新投入到演艺事业中 同时签约了一家实力雄厚的经纪公司 等风波平息 我将开启演艺生涯的新篇章 演艺事业蒸蒸日上 借着这次事件的影响力 许多圈内前辈都很照顾我 白楚柔死了 顾承玉因为他的话导致家族负面 出狱后 一刀捅死了他 然后再次入狱 这次是死刑 我又上了一次热搜 圈内给我起了个新外号 叫热搜王 我顺利成为一线演员 作品屡获大奖 三十岁出头 就已经是影视圈新生带领军人物 成功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事业可谓春风得意 我实现了当初的愿望 在京城核心区 置办了一套理想的住所 配弃各种奢侈品 实现经济自由 每年 我都会带着礼物 去探望当年的制片主任 感谢他在关键时刻 对我伸出援手 妈妈彻底退休了 整天忙着旅游健身 看起来反而比以前更年轻了 这一世 我无憾了 全文完